第一次介紹 LIN WRA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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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投資牛熊渦輪? 不用那麼兇險 現在用華富牛熊 一個app就可以看實個事和即時trade 華富牛熊是專為牛熊窩倫而設的交易平台 集齊資訊、工具和交易功能 它還有全港首創的AI價格模擬器 只要選擇適合的價格波幅和手持日數 就可以極速幫你篩選全港爆升牛熊窩倫 它的交易介面特別設有預設金額功能 只要預先儲存指定金額 就可以即時計算到你需要買的股數 不用再用計數機慢慢計算了 華富牛熊還有齊即時牛熊窩倫數據 掌握開市動向話禁易吧 只要懂得選 投資窩倫牛熊都可以又快又簡單 在可樂圓上還要做什麼? 是否贏了 你會選擇 跟你們說無心的 我會選擇 有多小的資料 需要用在可樂圓上 你會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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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早安 歡迎收看今早的港股開始talk 8月26日 8月底了 出了糧了 去消費一下吧 把整天氣這麼好 是不是 市場就一般的 我們彈升到26,000的時候似乎有點阻力 美股昨晚納指再破頂 今天星期是第三天 今晚27、28日就是傑森豪 可能要留意著全球央行年會有什麼說 其實都是看著白偉爾有什麼說 其他央行都預計他們會收稅 加息等等 看看接下來會有什麼影響大市的氣氛 資金流的表現 至於香港這邊 當然是看著業績 說快手之後 業績曾經跌成一成 現在跌幅收窄到6% 那快手的業績是不OK的 但是我覺得最近的業績 有些我覺得都挺OK的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譬如小米那樣 但又縮了水 今早的升勢 現在市場都是要回一點 都沒辦法 現在恒指 繼續都是在回 跌了52點 去到25,600點左右的水平 前幾天就試過26,000 昨天早上就跌了一些 稍後 Jim就會上來跟我們詳細分析的市況 有什麼問題就快點在留言區道說低 不然待會又是回答不得了 每次都是回答不得了 所以自己要快點把握機會 就盡早留下 因為我覺得是很公平的 由上面數到下面 太奇怪的問題我就時而不見 都沒辦法了 正常的 因為我們的觀眾質素比較高 所以比較少 古怪的問題 所以就是有問題的 盡快留下 另外我們11點鐘繼續有多元資產湯 有Rafael就會上來跟我們連線 講一下ETF 今次講什麼ETF 讓我看看 今次講一些生物製藥ETF 歐洲的股票 最近其實歐洲的股票 都比較大上大陸 特別是業績之後 有些零售股 業績之後都是有波動的 所以如果有興趣聽一些 生物科技股的美股ETF 要留意我們今次11點鐘的多元資產湯 然後12點9又會有我們的斷結 會用普通話跟我們看看的事 然後今天星期四晚會有收視湯 繼續留意我們有新的女嘉賓 希望大家多些支持Jackson 和我們的新的女嘉賓 好了 我們數回市 現在恒指跌了80多點 科技股指數也是偏遠 跌了16點 騰訊繼續叫做力撐大市 幸好不用跌了 升了1.4 小米業績公佈之後 近乎都沒得升 只是未升五線 但成交這一排是大了的 另外快手業績公佈之後 跌了7% 阿里巴巴今天都不太升 升了1元而已 菜晶科技 成交都多了 有7億多 升了1% 美團下個星期會有業績 股價升到1% 京東健康升1.7% 京東集團升接近1% 升2元 營賓基金偏遠 酉邦偏遠跌了1% 鋪鋪馬特跌了2% 屏保下個星期業績 但都是不好的 中人手昨天派業績 看看有沒有時間 看看一會兒 現在屏保跌了1% 中芯是靠穩的 安踏真的不太行 跌了2% 另外 信義光能跌了1% 蒙牛羽業績4% 農夫山巡都公佈了業績 業績之後 股價狂升6% 比亞迪回了1% 李寧也是偏遠 我們… 睡星科技跌那麼多 昨天都升的 今天呢 昨天都升得OK 我記得… 沒有… 今早下跌了7% 招行來的恒指新貴 跌了1% 看上去是新州 之前跌下來的解釋 就是越南的疫情嚴重 今天估計仍然要跌 跌了4% 中國女業業績OK 業績狂升 上半年中期盈利30億人民幣 按年急升85倍 85倍 但它已經有盈起支持 但都是給市場驚喜 可能連續狂升 昨天升了7% 今早上升了差不多5% 我們逐點… 股價摸摸摸 大理事機和互動圖表 騰訊 現在已經倒跌了 真是壞了 它昨天上不到500元之後 今天又再倒跌了 這個可能都是比較大的關口 先看看這裡 492元 就去到頂頂地了 昨天就滾下來的 我們想特別看看業績 26、28 這隻中人壽 它中期業績 股東應佔盈利409億人民幣 是按年增長3.4% 但這些大數不看的 新業務價值跌了1.9% 我覺得很差 總投資收益率5.69% 按年上升35點子 總實現投資收益是增長2.2% 這個也是OK的 但是股價是不OK的 現在就偏遠了 不過可能大家對於它也是死心的了 所以股價就沒有再跌下去了 反而就跌了平保 平保下星期會有業績 今早再破底下跌到62.6% 跌了1.4% 之前說過平保幾隻 幾頭的馬車都是不多點 在銀行叫好一點 但是在銀行 憂慮就是怕資產質素 壞帳那些什麼 另外它的保險 我們看到過去幾個月 它的保單的收益 都是一個低單位數的增長 跟以往的平保幾乘幾乘的增長 已經是很不同的了 還有它第三範 就是那些新業務 就是那些科技類的投資 金融科技 它是FinTech 現在都是踩著很多地雷 所以平保最近都是不太就走的 還有一些就是因為內地的保險股 都是坐著很多債的 那它在債上面的 可能會計準則的情況下 都可能要計算現在市值的虧損 還有就是它都拿著股權的投資 所以這些都是擔心 接下來的業績會反映出來 好了1024 今天早上低位 見過67.8% 就遣守前幾天 是不是上星期的低位 遣守上星期的低位 現在跌幅仍然維持著有6-7% 那它業績有幾乎呢 它半年計 那個按非國際財務部的準則 經調整虧損是96億人民幣 上年同期的虧損是62億 就是由62億的虧損 擴大到96億人民幣的虧損 如果不是照國際財務部的準則那份呢 虧損更加高達647億 那現在單計第二季虧了多少錢呢 那個非國際財務部的準則 是真的很煩啊 這些經常有國際有非國際 那麼非國際的那條數我們用 我們香港那個套就不用住了 就是內地用回內地那個 非國際財務部的準則計 那個經調整虧損是47億 又上年同期的19億 擴大去到47億 那麼收入方面其實是有增長的 單計第二季有48%的增長 而在用戶數量 用戶使用的時間上面 在線的活躍 銷售服務收入 都是有增長的 但是呢 就幫不到公司賺錢 接下來的監管問題 都是非常之嚴重的 現在政府又將他們 特別是說快手 快手啊 BBB 那些搞直播那些 搞視頻那些 找些妹妹仔 那些未成年的人 就做了一些噁心的東西 然後吸引那些人看 那就不行的 所以呢 接下來他們 怎樣去到不踩著監管的紅線 底下發展業務呢 就是一個好問 就是很難做的一個生意 那麼 今天早上也有大行唱淡 剛才跟Stanley做節目 他說有一間大行 Mon Stanley 看他們60元 其實60元 其實上個星期都差點到的了 那他們本來是120元 現在看60元 那其實120元 都很 但是很久的事 都不是很久的 上兩個月都有120元 是7月8月 就破紅底了 所以快手呢 如果之前有些朋友 是覺得它跌夠了 薄反彈性的 之前浪底不要穿 穿了東西是要走的 業績還要這麼差 你說如果有業績的支持 我都可以憑信念 炸炸下去 業績又不好 監管環境又不遷 那為什麼要拿著快手呢 快手啊 BillyBilly啊 還有一堆 視頻類的股份 都是要不要碰 視頻類 媒體類啊 娛樂類啊 都是很麻煩的 是嗎 另外 小米都要可以看一下 那份業績的 我們就開回 咦 我還沒開這個 我先關掉了 那我們就開回 我們自己的Fan Page 其實我們Fan Page 有個很好的用途 就是我們稍後 Rafael 她的PPT 我們其實都訂了 去Fan Page那裡 現在還未上 稍後會上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保持著 她的 或者保持著上來看 都可以 我們不會刪除的 很有價值的PPT 好了 小米的業績 我們只是報那個 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那份 她去年 不是去年 今年上半年的收入 就是增長5成9 賺了1,600多億的上半年 我現在單計第二季 這個圖也是第二季的 單計第二季的收入 增長有6成3 第二季的收入有 877億人民幣 經調整的淨利潤 增長有8成7 有賺63億 這裡 增長8成7 你想一下 騰訊有沒有這個增長 第二季 阿里巴巴有沒有這個增長 可能京東是不是有 我忘了 所以我覺得小米 都算是這樣的 第二季的增長 好了 智能手機業務 也是非常強勁的 這個境外收入 其實海外市場 都是挺OK的 我們看他們自己的圖 在小米的微博那裡 CAP出來 在全球22個智能手機市場 佔了 排第1個 不知道是哪22個 總之 如果全世界計 他們現在是排第2的 智能手機 全球出貨量 是5,200多萬部 按年增長8成6 現在是排第2的 全球的出貨量和收入 在智能手機業務 都是創了歷史新高的 智能手機收入 剛才看到了 591億 按年增長 是有8成6的 那都OK了 好 我們看他們的生態圈 那個AIOT平台 是不是 現在都有一個 繼續有一個強勁的增長 收入 無論在境內或境外 都是一個雙位數的增長 好 我們還有一個圖 不是 兩個 一個 兩個 三個 三個了 不過有些說法 就說它的毛利率 就低了 讓我看看 毛利率 手機部分毛利率 由第一季的12.9% 就減到少少 減到11.8% 那實在是不是很關鍵呢 其實他們毛利率 一直都很低 因為他們答應了 手機的淨利潤率 是不會超過5% 所以我又不是覺得很意外 總之現在的股價 再看一次 真是壞了 我覺得我挺喜歡小米 現在都是偏遠的 沒有升度 快手的股價 現在暫時跌少了 跌了5% 好 另外其實我也想看一隻 這個 咦 這個是 咦 我不是這個 我應該先關掉這個 因為我就會按錯了 我要看這個 power taker 是 每天不同的 我們看2020 今天再跌了1.6% 但是其實 如果剛才 炎小米的毛利率低 收窄 看看安達很厲害 它上半年的整體毛利率 是擴闊6.4% 去到63.2% 安達牌 自己的品牌 國產品牌 那個毛利率 升成11.2% 去到52.8% 而FILA的毛利率 都增加 不過增加得少一些 但實在 它已經去到七成樓上的毛利率 它現在增加1.8% 去到72.3%的毛利率 即是你生產一個FILA的 任何一個產品 國民力的毛利率 在有七成多 我就覺得 這個還不是暴力 它還要減過每手賣賣單位 它由1,000股 就改為200股 之前 現在15萬的股 現在就除5 接下來會便宜一點 大概3萬元左右 會在什麼時候生效 是應該 嗯 看一下 10月4日起生效 其實我自己覺得都OK 它的業績有多好 但是連跌兩天 好像有些大行不喜歡 那我自己就喜歡 所以可以留意一下這些 另外航運股最近都是相當強的 市就跌少了 本地指數 不是 我們應該找50大牌 對了 然後再渡 對 市跌少了 恆指只是跌幾點而已 那靠什麼呢 就騰訊 升多了一點點 那還有什麼呢 應該看 應該看 那指數成分股 靠什麼大度 美團 騰訊 阿里巴巴 匯鴻 蒙牛 都是衛行之底 不錯的 即是進漲 衰的 水星跌成8% 新洲龍湖 都跌2%至3% 好啦 不如這樣 既然阿Jim來到 幫我們邀請他 早點 跟我們做節目 為什麼安達買了 之後跌得這麼慘 173元 就買了2000股 其實安達我都買了 我都有點不明白 可能都是要 我們一會兒 試試問一下Jim 好 好 我們 戴了麥克 喝水 再問問題 因為很多朋友已經問了問題 有人問阿里 可以出生 是的 這樣就 先喝一口水 先喝一口水 是啊 這樣 因為 以邊 這個 對了 因為今天 天氣都很熱 走過來 你可以移動一下風扇 讓它吹正 吹正 是的 希望吹起股格 吹起了 是不是 但下來後 好像去到26,000 恆指大數 看來26,000 他們上不到 我覺得都是 差不多這些位 因為我不是太看得好 真的整個互聯網 除了小米 我都認同小米 但是你之前說不好 不是嗎 其實我記錯了 我又不會覺得 小米會去長遠升浪 但是 你去到這些 25,6元 這些位 我覺得都是 如果是短線長線 我覺得都是挺值得去買的 你見這次的業績 小米業績 我們等一下 等一下 我們再詳細說小米業績 我們先去大市 好嗎 好啊 大市現在恆指 又是上迫近25,000多 接近26,000點 你說因為打了幾隻 你的意思是否這樣 反彈接近尾聲 我都是覺得 它有機會反彈接近尾聲 其實在這三天 是很明顯一些 我們叫做小米業績 它之前也跌得很急 有很多原因 有 譬如 沽空了 然後可能要平衡 另外 也有一些消息 譬如 Kathyn Wood 她又說買買一些 JD 好像看回中概股 即是我不信 是 很多時候有這樣的新聞 會引起反彈 但是你看回整個 譬如 今天最最新的評論員文章 都是說 不是 那個反彈接法 我們都要快點 有個細節出來 所以其實 這個 在這班公司上面 那把刀還在 可能遲些 你不知道它 越壓越低 到什麼位置 那變成 這些位置 反而 差不多可以減次 那我想 同理來說 很多人 很多的基金 都可能有 差不多的想法 那你見業績的話 也都 你見譬如 那些 真是做一些 互聯網推廣的公司 其實都是 比較壓力大的 那 真是比較好一點的 可能是說 小米 或者 很特別的 譬如京東 它會好一點 但是 這個都是 有些 逆水行走 哈哈 嗯 好 那我們再詳細 逐漸的股份 板塊 說說 你說到小米 我立即 找一隻小米 來看看 那個業績 怎樣 你收不收貨 但今天市場 它就跌 有些 業績 其實我覺得 都收貨 最主要先看 銷售 即銷售的金馬 其實那個增長 起碼是 預期的 另外 你看到 即是說 那個 其實就算 去到盈利 那個狀況 其實 亦都是 去到 比起 第一季 亦都是有 增長的 增長 是一個 高的位數 我覺得 都 都不差 這個業績 特別 你說 芯片有影響 可以有些影響 但是 這些 它都見到 是可以 控制到 我想 市場來說 就是 第一 可能是 也都 擔心 究竟 它的 盈利能力 是不是可以 繼續 持續下去 因為 你的 手機 那邊 其實 也都擔心 會不會 華為現在的 這個margin 可能會 遲些有壓力 同事來說 我想 大家也可能 會看 會不會 電動車 那邊 有什麼消息 但是 SIMS 昨天 趕了 買一個 無人駕駛的公司 但是 其實那間公司 都 不是 一間 其實不是一間 很前列的公司 但是 我覺得 都是 它在穩步 推中 整件事 總之 它不買行刺 應該不會買行刺 自己有股 起碼 告訴你 它不是 關閑刺 比較放心 好 這個就是 你是對 小米的業績 收貨 但是 小米 我看小米 它明明 監管上 近乎 沒有踩著它 它一年半載之前 其實都被美國 曾經嘗試針對 都拆不定 它現在不在 黑名單裡面 但是股價 一直浮浮沉沉 它回購也做過 業績也OK 但是為什麼升 極都升不起 北水又一直沽貨 我真是 解不通 我覺得它是 你 它是需要一些 大家都會擔心 它下半年的 手機招售 你擔不擔心 我本來 其實我自己的 第一季開始 我都很擔心 但是你 亦都見到 它 第一 第一是新片 第二就是 其他的競爭 對手有一些 新手機會出來 嗯 但是其實 這件事 在第二 或者甚至 即是 到現在 八月 尾 其實亦都是 有 這些情況出現 小米的競爭力 好像沒有 沒有什麼減弱 當然它要跟別人競爭 但是你 譬如見到 它的排名 一直在攀升 很厲害 現在第二 環球第二 它僅次於 三星 是啊 所以其實我們 見到 就是說 其實它 都是 之前你 可能覺得 可能是否華為 做不到 它拿了市場 是 會不會維持不到 這個doubt 我覺得慢慢 是 解決了 現在不doubt 現在肯定是拿到了 我覺得 如果這些位置 其實你 現在是 24倍 P 如果你用 一個 adjust profit 去計算 那 變成 其實 不是太貴 之前20至30 當然30 可能我們 其他互聯網公司 都比較貴 但是這些位置 我覺得 很fair 如果 小米 我們有時買 都是一樣的 就是 它 hardware 它是坐著 交到數 有這個 profit 給了這個25倍 這個支持 其他有一些 生態鏈 或者IoT 如果它再可以 做到出來 那你就 可以再有一個 大一點的升落 另外就是 剛才范孝所說的 這兩季市場 都有這個擔憂 如果這個擔憂 過去的話 就會比較大機會 可以突破 這個環區 我覺得這個環區 頂部應該是說28.5 這幅圖是27 但我覺得是28.5 我覺得這個大機會 第三廢 可以突破 現在第三季 其實不會等到第三季的業績 例如 因為小米一間 大公司 也有很多大行去 cover 其實 很可能去到九月頭 大家再更新 第三季的情況 其實已經是 可能有一個 我會覺得它有多大機會 會這樣 review 那挺不錯的 有成成幾兩成的升幅 現在24個幾下 如果上到28元 樓上的話 好了 這個是小米的業績 之後的分析 另外是700 700 上一次 剛剛是你過來的時候 公佈了業績 我們那時候都談過 就是說 第三季的業績 應該才真正反映 七月之後那些監管 為他們帶來那個 吳明朗的因素 如何反映業績身上 當時就說到 如果騰訊是彈的 就要減 好了 它真的彈 彈了整個星期 去到現在都 這一刻都在彈 你覺得它會彈到多少 才是一個減貨的 就是一個 range 其實我覺得 如果彈到 這個位置 我覺得差不多 要減 就是 第一就是 你現在用數計 當然它好像很便宜 但是 我們應該 上次也有說過 年輕人打機 可能那個佔比 它說是1% 現在是基於它的數據 但是以往的數據 其實是有一兩成的 我們不妨參考 是 其實在股價上就是 就是 就是 你之前的gap 單位 去考慮這件事 如果現在已經彈到480元 其實 我覺得某程度上 只是 剛才所說的 就是反映遊戲的影響 接下來還有互聯網的政策風險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是 去到這位 其實可以減遲 如果你 如果你 買了 你的底 買到更厲害 我覺得 take profit 也是很合理 如果拿了貨 還在虧錢 拿貨 我都會建議 可能是 你要 減磅 減磅 就是 這個是 是 政策風險來的 如果不是一些政策風險 我其實未必會 是建議 這樣 這個很難去 去 measure 如果它一發生 好像 參考上次遊戲的事件 它可以是 落到很低的 好 這個就是 700的目標 上一次 我們在美京700的時候 講過這個元宇宙 我們廣泛引起了很多人的討論 講到這個元宇宙和那部電影 那個挑戰者日號 對嗎 對 挑戰者日號 很多很多觀眾都解釋 原來是 挑戰者日號 就是要戴眼鏡看 對 但這個要等 其實元宇宙要等 Facebook 整件事都還沒搞定 對 我覺得不好 這件事就再 不是很不人性 見了過機械人 我不喜歡 Ani問 700 450元 買的 是不是走好 450元 這麼厲害 你也要賺了它 賺5% 對 我覺得 你可以先賺它 內地的風向 好像沒有變變 其實我也同意 過去一個星期 那些科網股 不是彈了一個星期 你說經工業 騰訊業績也好 其實這個星期 內地監管的情況 有沒有什麼變化呢 有沒有什麼好轉呢 有沒有說鬆了呢 其實完全沒有 我覺得基本因素 監管方面 是沒有好 有些人就解釋 沒有錯 沒有再出招了 兩體 他在想出什麼招 看你杯水是半杯滿 還是半杯空 我覺得 根據你參考以往的做法 就是 他以往的做法就是 你 那條條例 還沒落地 其實基本上 你都很難說明 那個 那個 政策 是已經採取了 那你上次 就算是那個政策 已經是公佈了之後 其實也是 還有機會 可以用一個低價買的 是 那他原來 他說批你遊戲了 但是其實 批的速度也是比較慢的 那大家的股價 不是就是 呆牛多三個月之後才可以升 那個金山就是 金山說他的批號 那些遊戲 所以 是不是 那個遊戲 那個 那個就因為金山的遊戲 太 太 集中了 那他可能其中某 一兩個遊戲 未批到 就會對他的影響很大 哇 昨天很慘 跌了兩成多 差點低位都守不住 就是業績很深 那跌了九成 他跌了九成 所以其實這一堆 就是為什麼 我們會 首先 覺得 凡是關於政策的 都是可能 比較 你要小心一點 因為現在的風向 全部都是在收緊 那你可以 如果你是那些的官員 其實你都會比較小心去批 就是可能那個遊戲 你要真的看一下 喂有沒有穿越的 就是我又要先查清楚 我才批你 他那些還要是歷史遊戲 是啊 有沒有三國那些人物 有沒有假的 是啊 就是這類的東西 就是那個名字 可能他又要改過 那你所有東西要慢 變了其實 這些我們就會 要小心一點 那這個盈利 不是說沒有 但可能要退幾個季度 那都慘了 就是你沒有印象 這個慘了 你說得對 我們解決你的小米的問題 Tim就說 上年年尾 小米就在內地開了近一萬間的實體店 這個真的是小米的粉絲 就是跟蹤著他們的策略 那他就想問 會不會大幅增加這個手機出貨量呢 那他們就問到一個很操作上的問題 為什麼那些手機股經常公佈出貨量 就不是公佈的銷量 其實除了手機之外 有些汽車 都是公佈出貨量 出廠量 而已 不是公佈銷量 那倒是 我們看到用品股區公佈銷量 不是公佈出廠量 出廠量和銷量有什麼分別呢 出廠量 其實我出廠量就是 他做了一個產品 賣了給他的客人 是 銷量很多時候 我們的意思就是 真是消費者買了多少部 這個手機 對於這個廠商來講 其實 會計上來講 訂購的數目 就真是用出貨那一下去計 就不理你中介賣不賣得出 對 我不理你賣不賣得出 就是你之後再賣 這是之後的事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就會用計出貨量 第一個 譬如信譽光學 或者是優太科技 他們都是講出貨量 因為出那一下 其實就已經給了下游 譬如他賣給小米 那他就賣給小米 那一下就已經訂購過Sales 所以就用出貨量來計算 而看了用品股呢 其實 就很多 很多Concept 是 即是你 如果他是直銷的話 譬如李寧 現在有一半是直銷模式的 或者網上賣的模式 那他有一半的Sales 就會在賣給消費者那一刻去訂購 但是如果是賣給下游的中介商 即是現在還有一半或者四成 就是賣給中介商那時候去訂購 所以其實他會 邊商 其實你只是 他兩個數字 有時候都會講 即是我賣給傾銷商 升了多少 然後我在零售渠道 自己獨立零售渠道 在網上升了多少 那你就要這樣計算一條數 即是一個Excel 去計算平均的數 他都會變化的 我們很多時候分析完就會 每個Quarter 我們都會問他 或者看一些報告 了解他的比例 大概去Project 他的Sales Growth 是 不過比較就是很多時候 就是行業裡面的行家和行家比較 所以大家一起用同一個標準計 其實都是一樣的 是的 可以這樣 但是你要留意 就是提供品的 譬如你說 X Step X Step 他很大部分 仍然是經銷商的 變成你是 他就說回自己經銷商數字 這個比較重要的 這個真的 他就會說 他就會說 我接下來這兩季度的Sales 變化了 但是李寧其實經銷商越來越少 所以經銷商那邊 其實他的影響就會越來越少 安搭也一樣 是的 李寧他就黏著股價 但是去到一百元 又不是上不到 暫時未上到 我們當之前那些千線不是 李寧之外 其實有朋友就問到安搭 安搭也公佈了業績 魔術手就問 為什麼業績之後會跌得這麼差 他就一百七十三元買的 買了二千股 哇好多啊 目標價看多少呢 指示價又多少 可不可以長線投資呢 隨政日幾時有沒有息派 隨政日他有派息 我記得 但是很少的派 我幫你查一下 很少而已 我想這個都是低於1% 所以其實我想 因為安搭 以我們來講 都是一個體育用品增長股 為什麼會跌這麼多呢 業績很差嗎 我自己覺得就是 大家會有些擔心 究竟Filla那邊的增長 可不可以持續 因為其實安搭這幾年 都是安搭自己的品牌 其實利用兩年的增長率 大概是15%平均每年的增長 至20%左右 但是Filla是很高的 有50幾 60% 甚至有70幾 但是這個增長其實是 第一就是這一兩個月 好像慢了下來 這個大家會比較擔心 那Filla 再深層次的原因 第一就是 它的基礎已經大 那Filla也是一個 你可以當是一個半潮流的品牌 就是體育加潮流 這樣加起來的品牌 那會不會因為 潮流會一直變化 可能現在我真的喜歡國潮 我喜歡李寧 因為李寧一定是國家的品牌 那或者是 我現在都開始流行很多不同的品牌 不是說每一個人 不是說你流行你喜歡Filla 我就要跟你穿 有自己獨特的性格 那這類的東西 其實會影響Filla 所以你問我 我都會覺得 李寧是好於安達的 是 因為安達是行一個多品牌策略 但是這個策略底下 暫時是以Filla 當然Filla和安達為主 但是增長是用Filla Filla那個 是不是站得很穩腳呢 我覺得比較 那變了其實 特別一兩個月 也可能是疫情 國內是 這一個禮拜才好一點 就是之前有的疫情 那就 發覺Filla的銷售數字是慢的 變了大家有這個擔心 那它如果 一百七十三元馬來 你拿不拿下去好呢 如果是這樣 還是換下去李寧呢 如果兩個行到 我一定會選李寧的 那如果你問我 時機上 是不是應該現在 因為我覺得有些 有些 不幸 因為其實已經是 業績 之後 已經掉下來了 大家發覺 剛才那些事情 那 我自己就覺得 因為這些數據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 一兩個禮拜 上一次的 過去一個禮拜 其實疫情 就叫做 好一點 國內 其實只剩下五六單 是本地個案 那 所以我自己都會覺得 你可以 看一看 會不會是 有機會先彈上去 一百 一百七十 這些位 那你再去 去 因為 其實李寧呢 我想大家都 都 信念都很強 所以反而它沒有跌下來 還有李寧的 那個 網上的渠道多 所以不是太受這件事的 就是 舖面的影響太多 那 反而就是 如果 疫情現在受控了 那 大家有個期望 可能安達買多些 那它可以彈上去 你才再換馬 好 那 要補充一下 它那個中期業績 的派息 是六毫子的 它是一百六十元的 它只是派六毫子 還有 除靜日是九月六毫的 下個月的九月六毫 好啦 Olive想問 是八五三的 它由五十二元 就坐到現在 八五三 那就 五十二元 就是 和現在 不是差很遠的 五十九元 五十九元 坐到現在都遠了 兩成 是嗎 那 那 混不混好 我覺得 我自己會 整個 醫療板塊 我自己 我自己都是 長遠會看好這些 創新 但我都會控制 兩成 那個 為什麼 因為其實現在 雜彩的壓力 越來越大 就是如果你看回 痕跡那邊 就 也都說回 可能癌症也都受到 雜彩的影響了 譬如你如果看回PD-L PD-1 其實 銷售量 也都是 減價上不到 這樣 很尷尬 是 變成 這個影響 可能現在 也都蔓延到 骨科 心臟 那類 我覺得 微創是 有輕微的影響 因為他有一部分業務 都是 這類的 器械 受雜彩影響 第二 就是 PE方面的影響 PE那邊 就是 例如之前說的 高齡事件 會不會短期影響 會不會短期影響 整個板塊的 sentiment 但是 其實 真是 微創裡面 很多是一些很前瞻性的項目 譬如 手術機械人手臂 我們平時做手術 醫生做會手震 始終都會 如果用機械手臂 就會很多 在 譬如 我們外國 都有很多這類股票 這個 是很高的 即是說了千億 這些都是 微創下面 有很多 類似子公司 正在研發 我相信 這個是不會停下來的 所以 其實 你用這個角度 去買去 其實我自己 都覺得 可能今年的 時間裏面 應該是可以上去的 好 現在市值大概是 865億左右 其實 72元 跌到40幾元 都是 近乎腰斬的 但是 Dream說 都給大家一點信心 如果 他不佔組合 超過比例的話 他反而會加倉 好了 我們優先留言區 有個問題 就是 Man Loan All 問到 209 209 這隻是 GX中國潔淨能源 我們昨天有個 GX的朋友 Steven上來 解釋了他們 GX另外兩隻 ETF Man Loan All 問這隻 是潔淨能源 138元有貨 真的賺錢 上網同志賺多少 今天破頂 155元 潔淨能源 我就不太知道 這隻是 中國潔淨能源 應該可能是 封電 收能源 那些 這是你的專業 其實我 我就以研究 個股為主 但是 如果這個 主要是 一些 封電 或者是 儲能的公司 其實我 基本上 都可以繼續持有 因為 整個板塊 就是 就算我自己 就算買 過股 都買到自己的 倉位 差不多四五成 都是這類的股票 因為 我想 第一 就是 潔淨能源的 營運商 就像我們之前所說的 攤排放權 攤排放權 現在已經 應該升到五十幾元 另外 就是 國家電網 也都最近 很多的 動作 就是 你要看到 其實它很想 解決 潔淨能源 一些的 例如 我要升級電網 我要做多些儲能 因為 風電 可能很多的時候 有風就有電 沒有風就沒有電 對電網的 穩定性很大 可能要儲能 要電池 要抽水儲能 等等等等 所以 其實這類的公司 其實它的單是不優做的 甚至乎 你去到再下一步 就是 配合我們要國產化 這類 譬如 之前我們說的 IGBT 其實那個需求 都很大 尤其是半導體 這類的東西 全部都是用半導體 是自動化 操控 所以其實 你看到裡面 的成份 有A股的 陽光電源 精神機電 這些都是一些 做 封電 電網開關器 這些自動化系統 這些東西 所以我覺得 可以繼續持有 甚至乎 如果你去到過股層面 那些大堂 出生業績 其實都很好 是啊 大堂 181 複外特 昨天很厲害 是啊 這類都是OK的 甚至我覺得 你見 譬如1072 1133 都升很多 原因就是 對電網的需求很大 甚至2727 如果可以出業績 我覺得都 可能值得去看 我們去到這個網頁 可以找回GX 他這隻 ETF2809 他拿著什麼 其實主要都是以內地的A股為主 其中香港 他都拿了一隻 信義光能 一隻968 其他都是很大隻 就是頭 頭三隻 就是中環股份 不是香港Central 中環 就是陽光電源 和精神機電 他今天這隻2809 就是破頂的 所以如果建議 Mano All 就繼續拿著他 這些都是你的市場 我都覺得你可以繼續拿著 其實這麼多隻 我反而覺得 就是信義光能 沒那麼好 其他 其他一些 我覺得都是 你當可能是 買一個A股 其實都是不錯的選擇 A股其實有幾樣 我都很喜歡 就是新能源 高端的製造業 都是 我覺得是 機械人 那些都是市場的焦點 那些 金融那些 那些就不要碰了 嗯嗯 是的 贊不贊成 贊成 做什麼 現在吃了嗎 好 這個就是中國結能 我們看看今天的留言 很多朋友在這裡 在說話 我不是提醒 我不是提醒到大家 今天是答不完的 你快點留問題 Cindy問是1799 新特能源 升百分之三 今早上 它呢 20個半油 大概在這個位置 今天能不能回家鄉 今早上 只差兩毛錢 20個半 但是 問題就是 回家鄉 你有沒有研究 這隻好像有 這隻有 不過我自己 我自己沒有持有 就是你有研究 是 但是一個 我覺得也是有大機會上去的 但是我覺得上升空間 不是說非常多 其實這次做什麼 它主要都是做多精規的 是的 所以其實它 因為現在那個 歸的需求度很大 那個歸價是 那個期貨市場 期貨價是 是升了很多的 所以其實 你會用這個價格 我自己計算 我自己計算 用20倍的PE 其實就可能是 去到25元的水平 那我覺得 但是我又覺得 是差不多這些水平 因為其實你 25元就上不了了 我會覺得它 它破不了上次的頂 第一 因為其實 第一那個頂 是有些 market sentiment 然後它 現在業績是ok 但是 其實多精規價 我相信 去到第三四季 有機會有壓力的 這個要看著 所以變成 你去回 可能25元 或者你上去 22元 你都可以考慮一下 去轉 或者調 因為 因為其實你下游 那個 就是干服市場 其實大家都叫救命 那些東西太貴 那 其實你去回那個 營運商 它自己都要計算 那條數 究竟我 會不會有合理的回報 呢 那現在其實 回報開始拉低了很多 那特別在美國 和英國那邊 那 這個市場 你需要時間 去 去令那些成本去減去 那 變成不是一時三刻 是多精規價升了 可以在另一個地方 填補回 它那個 減到價 可以有利潤空間 那 所以 其實可能去到第三四季 有些壓力 就是如果以我的看法來 那三四季 現在是第三季了 是啊 所以其實我就會覺得 就是 你 如果 我 因為現在有些 commodity 就是好像大宗商品 那 變成其實 你都要看這個多精規價 暫時OK 但是我想 去到現在 這些位 開始 就是下年的 下年的單 那 就變成了 其實慢慢的 可能會有效果出來 老實說 我聽到多精規三個字 我就無管動 很久很久之前 那些 什麼產能過剩的 那些 幾元一粒 大家當 垃圾 當時 那些 搞到 借錢的人 又還不到債 然後又倒閉 我就是想起那些 Sorry 可能嚇了大家 但是我覺得 這個也是 未來一段時間的憂慮 不過這個是另外一件事 新特能源 今早上升了3% 我們看看下面的問題 碧玉小家早晨 Fan Man Chan早晨 阿里 碧玉小家 問到阿里 阿里 終於 彈緊一點 從她的歷史低位 151元 彈回到164元 那她的問題 就是165元 就沽了 是不是還有一段時間跌 就是你都沽了 哈哈 我覺得 我不 我覺得她怎樣 都未必可以 展開到聲浪 對不起 就是剛才那個因素 就是那個監管 那個監管的問題 如果她 真的監管 那個政策 是放鬆 我寧願 就是 犧牲 可能要升到180元 我才買入 這個是 穩陣一點 是穩陣很多 也不會一下子升上去 二百多元 是的 所以都是 阿里 我覺得都是 拜拜 如果你買 也都 我覺得這位觀眾也很適合 你可以 不可以 你不可以 你一是去它反彈 當然是跌下去再買 我不明白 拼多多 我們看拼多多 拼多多 也是業績 然後有些人說 我聽到一些內地的留言 說她的業績很好 上去 不知二百元 那 那 有沒有這麼好啊 這些電商 她前晚業績 就跳高升 昨晚的拼多多 美國跌了百分之一 其實內地整個電商 很多人都受到監獄影響 其實 但他拿的市民是拿得比較多 因為打壓了壓力 我覺得是這個原因 和他之前的部署 他也部署了很多農產品 農產品其實 這個不是你想搞就搞 整個supply chain要做得很好 其實兩年前搞 如果你再看股閣圖 那時候被人洗倉跌兩成 大家覺得他傻的 但其實你現在看他的 vision 是很好的 現在就是國內需要這些 一些可靠的農產品 所以這個是帶動到他 農產品是一個 好像continental mall 賣凍肉 是一個 daily 消費的東西 那你就可以酷到那個客戶 所以其實這個情況下 加上阿里那邊 也都 現在的減管情況下 他會比較是步伐慢 這些市場是一個很快速變化的市場 你要有新的那些客戶才能扭 那就是拼多多了 還有京東也多了 其實這兩間其實都是做得比較好的 所以都是一雞 一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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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又不給他二選一 又不給他什麼 結果之前是比較弱勢的拼多多 就拿到阿里巴巴的生意了 有位朋友思拉問到135 135是剛剛公佈了業績的 那他7.1就有貨的 可不可以再坐下去 那今天就靠穩 就升少少 叫逆市升一些 因為你現在跌多了 又跌回差不多兩百點了 那他的業績 我看見這條大數是很OK的 那不知道有沒有些細數要留意 我覺得很OK的 就是你昨 我覺得這些 昨天一棍跌下去 我覺得就不太好想有 可能有投資者覺得 會再派一個特別股息 因為之前賣了 是北京一個管道 收了幾十億 那他派了一半而已 那他還有一半的貨幣 就是差不多 現在他的賬面應該有四百億貨幣 其實很誇張 那為什麼會跌呢 如果衝敬他再派 因為昨天公佈業績沒有派 是的 就失望 是的 所以可能失望 但是他又不是說無所作為 他又真的會用這個現金 去買一些的現氣項目回來 那其實這間公司我覺得 我自己都有的 我昨天都加了 原因就是因為 其實他本來是一間 由本來是一間 就是 燃氣管道公司 現在變成真的 營運商 就是好像 1193 新澳 華人燃氣 這類 其實他們的PE 本身是二十倍的 嗯 那崑崙燃氣 現在其實都是說 你用上半年的業績計 其實都是 就是 根本都是只有十倍PE 是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是很吸引的 那你還有賣現金 他隨時還買一些有盈利的項目 再買東西 是的 這個就是很傳統的計法 總之他買 我覺得就是現在這個位 他一買到有M&A 其實就會幫到他的股價去提升 我覺得這個直播率就很高了 那現在7.1 你計算出來的 那個 上面的空間有多少呢 哦 我啊 我計算 為什麼你有這麼多現金 是啊 我計算有很多 因為我自己計算起碼是12元 所以其實我就會去 對 你有10倍PE變20倍PE 是啊 當然我覺得都會有一個過程 就是你未必 立刻 立刻扮一聲上去 要一些時間去Proven 那如果 我覺得去 用完這四百億了 然後去賣掉所有項目 那他的頂 就會差不多是 就是七成都是這些 的燃氣項目 然後剩下那兩三成就是那些什麼 LNG 那些的收集站 就是處理站 那你當作工業那樣 都值10倍PE 那些 所以其實會有一個reway 那如果你看回 新路燃氣 就 業績和135的業績 其實有個分別的 135那個 我們叫多了 Dollar Margin 因為燃氣管道公司 很多時候是 他要向中石油 中石油 買一些燃氣 再賣給民居 新澳燃氣多少 好像2688 你見新澳跌很多 但因為新澳那個 Dollar Margin 是跌了很多 但是135是沒有跌到的 所以其實 這件事不是派在昆仑那裏 但是我想昆仑也有少少少受益的影響 那新澳那個Dollar Margin 跌呢 某程度上這個 也都是 如果說開我們再說 就是它是有時間性的 因為 上游在4月的時候 這個是各個國家的價格 在中游那裏加一加 但是下游加一加 其實要每一個城市去做諮詢會 或者是跟一些工業用戶要逐個商量 所以其實要用差不多半年時間才交換 那很麻煩的 是很麻煩的 但是這個是它的性質 但是我之前我想大家那個 不知道為什麼沒有預期這件事 所以新澳一出來 就好像大家很害怕 這樣就跌了下去 就解釋了新澳 那你有個朋友 Patrick 他這麼巧問一些相關的股份 384 其實我都不太懂分別 是不是相關 那中國燃氣 他25元就買了 有沒有上網機會 剛才的1356那些朋友 記得就拿著 因為Jim就提起碼10元能上 那中國燃氣25元買 我覺得繼續拿 因為中國燃氣 它不是今期出業績 因為它3月結尾 所以要到11月頭才有中部業績 但是呢 因為燃氣市場的增長都很快 特別是7、8月其實也有10幾20% 那為什麼中國燃氣這麼差呢 現在都是12倍PE 它很便宜的 就是剛才說20倍PE 那些 某程度上是因為湖北的事件 那是當時中國燃氣 是擁有一個項目 是6成的 那最最新的 因為國內這些人命傷亡 超過25個人的情況下 其實要有這些 什麼委員會 然後要公佈 那其實他已經出了一個 專項報告了 那這個專項報告是 最終的 但是還在等一個就是賠償報告 那你賠多少去給死傷的民眾呢 那另外就是說 有哪個官員 或者公司的人是負責呢 那有一部分人已經抓了 但是 最後的報告還沒出來 那這個是捉住他 但是 我想說第一 第一點就是 這個賠償其實以往都是有的 因為燃氣導致死亡的事件 其實在國內是 其實都幾多下的 只不過這次是一個特大型 那以往的賠償你是算到的 所以 如果你算一條數 很多大行算 就是 十億的數字 那這個不是 第一是one off 第二對中國燃氣 不是一個很極致命的打擊 那第二就是 我們看這個project 從一些文章去瞭解 應該是反而中國燃氣 拿多了股權 就是湖北這個事件之後 因為本身他不是100%擁有的 那現在就不如 其實政府上中國燃氣100% 那代表什麼呢 就是說 其實他被反而覺得 應該要找一個專業的燃氣公司 去100%擁有 以及認可中國燃氣那個 就是一個之後的執行等等的事情 就是善後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事件應該 應該 應該中文燃氣是沒事的 第一 憑我剛才那兩點的判斷 而是 也都那個finalize的賠償報告 應該是會 應該是會 應該是這個季出的 所以我覺得你可以持有 我覺得出了這個報告之後 也都有很多 譬如外國基金也可以買回來 因為有很多是 有這類的事件 他們不能買的 但是我很怕這些東西 ESG那裡很麻煩 有機會 有機會 所以這個 但是我認為它已經是跌了這麼多 所以是 會慢慢收復那個 股值的空間 好 另外呢 剛才我們還沒說過 新澳能源2688 有好幾位朋友 反而反過來問 剛才你也提到 它跌了很多 那會不會現在是一個賣入的機會 我覺得是的 就是你 對新澳能源來說 其實它的business 就很 就是 我想問得的應該都 買了很久 跟進了很久 它也是一間很 就是 好像香港的煤氣公司那樣 那真的沒有很多project 然後賣氣 有一些的能源項目 那這些都是比較穩定的 那剛才所說 那個跌的原因 是因為 那個 Led dollar margin 那這個 這個 毛利呢 其實也都需要 就是可能下半年也都可以收復 所以現在來說 我覺得 反而下跌空間真的不大 那你 現在買回來 那可能 你 但是你不要 就是因為要時間收復的 那可能它都要 是 兩三個時間去收復這些 好 所以就解答了 有幾位朋友都問到 新澳能源的問題 好了 我們先數回去 384答了 早晨阿Ray 早晨迪斯 9911 9911 9911 它是有貨的 7.2有貨 哇 赤子成貨 7% 它有很多 的時間 7.2買過 5.2.8買過 平均 6.1的貨 現在都虧了 50% 有沒有 40% 怎樣操作好呢 這個比較 我自己會覺得 真的 政策面來講 是很難去估計的 現在說 互聯網平台去控制 這一類 再基於互聯網平台去做一些廣告 雖然它都是做一些智能化的廣告 但是都是會受影響 變成我自己會建議 大方向 就是我們可以看一下怎樣減遲 那 如果你問我 我覺得應該現在都開始減了 就是因為你有兩個大的升幅 然後在很短線技術上去看 然後它就 你見到它有幾大的壓力 股價跌下來 那 那 還有 業績其實應該已經出了 那 我想都沒有一個很大的 就是 衝勁了 可以 都建議要換馬 是啊 那 Wu Wong 就問到一三一六 一三一六 它是9.6買的 內細 嘩 這隻很久沒有說 嗯 跌了1.5% 有沒有跟進去 9.6 我自己 其實我之前一直覺得它貴 就是你 現在就 我覺得都 我覺得都是比較貴的 就是你可以 可以 你可以等它 譬如 買了啊 買了你就難 就是 我覺得長遠它一定是OK的 因為 因為 以它那個技術 它做 就是 Wireless的 軚盤 其實在一些 一些 新型的汽車裡面 那個 認受性應該是大的 但是 這次的業績來說 也要說 就是 它會交代回 它拿到的型號 事實上 它拿的型號裡面 是 真的用這個技術 就有 但是不多 就是一兩個模特兒 變成了其實 短期對它的衝勁就不大 再加上就是說 那個 汽車芯片 本來想著第三季 可能會 舒緩 但是結果不是 仍然是很緊張 第四季都一樣是 所以其實 我想 外設可能下半年 那個銷售 是會有一定的壓力 變成我 我會建議 它剛剛 因為它應該是兩三個前出業職 所以我剛才說的 Factor 可能就已經馬上反映了 也很多人是急著顧的 所以可能你 可以 看看會不會彈一點點 去到 我想它這段時間 還行的居多 那你 在這些二十天線 或者九個八 有沒有機會 上去 那你可能 可以先減廁 好 有位朋友 Tilly 就想問 三八九九 那 又要再跟進一下 哇 這段時間 它十個三毫半有貨的 所以它都是高均的朋友 上網看多少 那怕不怕呢 十個多才買 嗯 都 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容易去本業來說 計到十一元會已經很盡 即即即即 這次業職很好的 就是就是三個板塊 都是 林園 化工 和食品 食品主要就是做啤酒和 白酒那些罐 那也是OK的 而下半年那個業職 因為上半年有一些無理率的影響 因為它做冠 很多時是用鋼、鋁去做 這個大宗商品價格上升 它未必馬上傳給客人 但是下半年它就會 始終會跟客人說 我真的成本高了很多 我們要加價了 其實是加到價的 因為其實下游的需求很高 特別是剛才我們說的 燃氣的市場很好 所以能量很好 也有氫氣的市場 所以其實它下半年的無理會好一點 如果計算這個數字 以12倍PE去計算 其實都是11個多 你再買的東西就是它的氫氣 因為現在在國內做氫氣 特別是國內很鼓勵 一些五合一的加油站 之前我們應該都說過了 包括氫氣 氫氣的一部分 就是以中閘為主 1072現在都開始想做 但是始終它是後來者 主要是去四川那裏做先 變成短期內對中閘的威脅都不大 所以其實你問我 我反而那時候 我自己的操作 就是很久之前 推薦了 然後我在業績前 我會減少少少 11個多 11元左右 然後我會再拿著一些貨 然後我會看看它再過兩個月的業績 但是如果它去到13元 我覺得是有機會的 所以我會建議你 你10個3元都可以試試繼續持續 如果是12、3元的 我覺得都幾準 你到時再看它的氫氣發展 是 其實我找回上一次 我們講的這支股份 就是去到7月之前 當時是7元 你已經說是會股有盈起 業績也是對版的 講到業績 想跟進一下化肥股 之前提過 一堆化肥股都會有盈起 現在都出了業績 應該是 三個都出了 是 那我們看 就是297 中化 中海石的化學還沒出 3983還沒出 297出了 不如跟進一下 因為它之前都有一個盈起 今早就暫時股價沒有升跌 另外就是1866 上次就有盈起 然後有業績 現在是4倍PE 今早就升了1% 另外等於業績的3983 今早就偏遠跌了1.6% 有沒有一個 現在最新的跟進 我覺得其實都是值得去持有 我的看法是大家有一個擔憂 就是它加不了價 因為其實現在 中央政府就經常約談他們 就是說化肥不要加不了價 又不能加價 但是其實就算加不了價 因為化肥主要是在第二季上升的 那現在的化肥價格比起第一季 其實都升了四五成 那以這個水平去計算 而其實化肥價 期貨一直有檢查 可以保持這些高位 即是它在最高位下跌了5% 但是一直都跟著這個高位 那邊橫行的 那變了其實它下半年的銷售 都是很有保證的 那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三間 都是很低PE 現在來說 即是你266退休 又有新產銀行舊肝 那加起來 其實這間都是差不多 4倍 4.8倍PE 然後3983和297都是很低的 那3983還要很大有cash 其實我也不知道它的cash怎麼用 因為它有100億的cash 它現在市值好像只有100億 293嗎 3983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幾間都可以繼續持有 但是只不過市場需要消化 原來那個化肥價不繼續升 但是可能去到第三季再出一個業績 又會再有一個re rating Jay Stone又給了一個cash 我們馬上解答 其實就是389個我們剛剛談過的 那這位朋友 這個都是你的fans 他現在只是看星期四 是不是 真是衰 多謝 那就回答他 他11元買的 好不好就趁低再買多些 低呀 其實我也覺得不是很低 他11元跟你一樣沽了 他是不是你來的 不太厲害 11元沽了 低一點再買 你低一點再買 我也覺得這個是可以再買的 其實如果你說這類公司都不只是 就是3899 我覺得譬如 你見1072、1133 那些是升了很多的原因 是因為那個配電和氫氣 還有有機會是有一個的 央企重組的概念 所以其實我覺得 如果2727是出了業績 或者你的操作是 可能現在賣了一些些 然後出了業績再買 其實我覺得都可以去考慮 這些都是叫做能源的設備版塊 好 他真的很厲害 他11元沽了之後 今天真的跌了很多 哈哈 低一點再買 值得的 另外呢 一二一一簡單回答 喵喵喵問 等不等出業績好 今天回了3% 而之前高位 差不多接近300元 又是這些大關 又是上不到 除了比亞迪跌了3%之外 看看其他車股 2%下跌了2.3% 另外2015啊 理想都是偏遠的 另外還有什麼 現在是2333 是 長期說跌了5% 我就 其實我會建議 真的 可以 我不會買一二一日 就是 我會考慮 當然看上去業績 如果去 譬如跌下去 才跌下去 220元 我就沒有去買 但是現在這個位置 我想之前也說過 就是 它那個第三方銷售好像很慢 我是挺擔心這件事的 因為它會失去先機 譬如 寧德時代 一路已經做得很多 然後 2333的資本公司蜂巢 以及 就算華斯維根 投資了A股 郭軒也是 會越來越陷入一個 它不是獨家的情況 或者它不是Oligopoly的情況 如果這件事 我反而覺得 買一些上游的供應商 譬如 雖然 趕完之後 可能跌了的 就是398 我覺得仍然是 很好的一個標的來的 就是它是做那個 IGBT 還有它這下跌呢 是因為 第一 就是它A股的孫價 令到那個 有一個市場的波動 因為它A股上市 現在的A股 應該定了 就是32元人民幣 去上市 9月2日上市 它上了市之後 我想 就撇除了這些因素 你跟回Fundamental吧 它第三季的業績不好 有很多因素 也有一些單 一些order的因素 但是 始終在國內 它本業是做過 電氣化的 高鐵方面 獨家 所以其實未來的order 也能回來 但是IGBT那些 如果在預期 第四季 第五季出到 其實我想它的E rating 很大的 去到七十幾八十元 另外就是 我們之前有說過 可能五百零 一菜精 而它出了業績 我覺得都是 業績是差的 但是 本業就是一些 高電壓的 輸送的設備 這個也是order flow的問題 就是你去到下半年 或者是明年 那些order會回來 第二就是 它的IGBT 它也是做電網IGBT 它有自己的芯片 而它最新 也真的出了一個 EV type 的 新能源汽車的IGBT 不是高端到 好像三八九八 但是 它也是一間小的公司 如果它可以take in 的市場 其實也是一個bonus 現在 它未必一定做到 我不敢包它 它一定做到 但是它做到 那個值得很高 而且不是 在這個valuation 裡面 好 除了比亞迪之外 原來也有很多選擇 情緣集中買IGBT的股份 講到比亞迪 它現在是跌幅最大的 籃籌股 跌了3.5% 那麼 數回恆子 現在就升的 有無牛乳葉 逆市正在升5% 其他都是 都是跌的 因為恆子 現在跌了兩百多點 去回25400點左右的水平 好 暫時是這樣 因為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就要預備 是 范巧算美女 說什麼 這個 這個算是怎樣的comment 就是要先說一說 先看看 多謝阿詹的解答 阿詹答得很好 又專業又詳細 是 真的很厲害 它完全是 我幾次偷看它 是不是對著一些東西來讀 其實不是 就是開著Aso 但是這些東西在我腦裡 為什麼腦袋會塞這麼多東西 平時都是經常看的 這陣子也很辛苦 我們的粉絲員 很辛苦 是啊 一天聽四五個的業績發佈會 剛才聽小米 是啊 是啊 又塞了這兩個星期 小米方丈這麼晚才浮頭 我今天這件衣服沒有教他 這件衣服不穿了 這件衣服不穿了 就在街上買菜再穿 打電話號碼 1211博客彈幾元 Jason就說 多謝阿Jim的分享 他不夠快去看我們的Line 哇 怎麼搞的 早點去嘛 好了 我們暫時就這樣 不要走開 因為很快 我們會連戰到加拿大的Rafael 跟我們聊一下 美股那邊的表演 因為應該都要問他 那個Jason Hall 是什麼看法 接下來兩天就會開會 另外還有什麼ETF會介紹 稍後會和Rafael詳細聊一下 我們稍後再和大家見面 謝謝Jim 好 明天見 拜拜 明天見 明天見 等等 想投資牛熊窩倫? 不用那麼兇險 現在用華富牛熊 一個APP 就可以看實個市 和即時trade 華富牛熊 是專為牛熊窩倫而設的交易平台 集齊資訊、工具和交易功能 它還有全港首創的AI價格無儀器 只要選適合的價格波幅和手持日數 就可以極速幫你篩選全港爆升牛熊窩倫 它的交易介面特別設有預設金額功能 只要預先儲存指定金額 就可以即時計到你需要買的股數 不用再用計數機 慢慢計的了 華富牛熊還有齊即時牛熊窩倫數據 掌握開市動向華禁易 只要懂得選 投資窩倫牛熊都可以又快又簡單 好